會用流程控制 裡面的話 其實未來裡面只要學會這些東西就夠了 就已經非常足夠了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第一個可能要注重要縮排 什麼叫縮排 裡面可能常用的就是if if叙述 就是邏輯判斷 我們會先講這一個 講完之後再講for跟while 其實就是loop回圈 那for回圈我剛剛講過 就是重複幾次 你有一個次數性 while的話呢 但是不斷重複 直到條件為false的話 才跳離 那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 後面的話呢 我們有一個練習題 就是針對什麼 針對if叙述來做那個應用的 所以有時候字不能拼錯 一拼錯就麻煩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if叙述 它的結構一定是if 後面加一個邏輯 然後後面呢 就是在做什麼事情 那如果第二個的話就elf 最後的話就是剩下來的 ok 那我們假設喔 這看起來比較抽象 其他的話邏輯大概剛剛有講過 比如說我今天舉個例子喔 我們待會的話呢 可以按右鍵喔 你可以新增module 那個module名稱你可以用中文喔 我這邊用取年齡好了喔 假設我要判斷年齡 那年齡部分的話呢 第一個喔 我先判斷是不是成年 我把它執行一下 ok 請輸入年齡 比如說15歲 enter 他要告訴我喔 我也成年了 有沒有 那再執行的話 如果再輸入一次 23歲 enter 已經成年了 那這個程式該如何撰寫 請各位看一下喔 裡面就是我剛剛講的重點 第一個 把它放大 control加號 你的記憶太小 第一個的話呢 請輸入年齡對不對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讓人家請輸入年齡的話 請你就是直接 input 有沒有 特別注意喔 input實際上就是將來我們會用 蠻多 直接從這邊輸入 他會直接在這邊輸入一個資料給你 然後呢 前面的資料就是他顯示出來的 那23他會怎麼樣給呢 他會直接丟給前面的變數 所以他輸入了23 丟給前面h 但是特別注意喔 在那個 剛剛有提過 3.x的 3.7以後的版本 3.多以後的版本 他input的東西喔 是個文字喔 ok 特別注意喔 這個可能還蠻重要 因為有些同學沒有注意到 假設你丟一個文字 那之後如果 這邊h 假如說你這邊23 他是文字啊 可是你要比較 文字跟數字 就無從比較喔 他會出錯喔 所以請記得怎麼樣 我們應該在什麼 在他input的外面 再把它轉成數字 所以加一個int 前刮符 後面加一個後刮符 ok 轉一下 不然的話 應該等一下會 所以如果假設 假設你忘了 加這個東西的話 執行的話喔 年齡18歲 enter會怎麼樣 應該是已經大於 不過他會出現錯誤 有沒有 type L 他跟你講說喔 我現在沒有support啦 怎麼呢 你這個string給我的東西喔 我沒辦法幫你 這兩個沒辦法無從比較 你這個是 23是文字 你後面是18 是數字 他沒辦法比 所以怎麼辦呢 請你在這邊加個int 讓他轉型一下 轉成什麼呢 轉成一個 23 假設我今天讓他輸入23 他input是這樣子 他就自動把這個拿掉 變23 這樣都還沒有問題喔 把他執行一下 ok 23 enter 成年 沒有問題 底下的話呢 再來就是說 如果if後面喔 假如說我要打底下的程式的話 if什麼 給他一個邏輯 如果這個h 如果怎麼樣 小於18的話 欸 是一個條件嘛 對齁 冒號是 等於是這個 這個 這個邏輯判斷的結束 我剛有提過 冒號 這個一定要加齁 那就幫我print會成年 那反之的話就else else的話呢 就是成年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兩個重點 一個是input 一個是邏輯判斷 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齁 接近 到 在 跟